日如我們今天騎的大早 是不是有個重要任務呢 對 我們現在在桃園國際機場 要來幫我們的亞運國手送機喔 今天是包機的大團 分別是由羽球 舉重 游泳 對 還有跆拳道跟自由車 他們都已經準備要搭 七點的飛機前往印尼囉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 可愛的平視女孩 雖然就是準備的時間沒有這麼長 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狀況都還滿好的 那對於這次可能 平視第一次亞運 我們有什麼期待 目標當然是希望可以奪牌 對 然後 當然是以安全為主 希望可以把平常練習的狀態 然後運用到場上 今天請俊鋒來聊一下 就是第一次參加亞運嗎 心情怎麼樣 雖然我28歲 但是其實我是第一次參加亞運的 剛剛有看到 在你的粉絲專頁發文 冠宏16歲就參加了 然後你28歲才參加第一次亞運 一輪 對 就是 為什麼特別有這個感觸 很多游泳選手 其實28歲就已經不見蹤影 就是已經退休了 可是我 我是第一次參加亞運 其實真的很感慨 就是還好當初自己有堅持下去 亞運夢 或是之後的奧運夢也好 萬豪 國中就有設定目標了 所以就比較努力的去達成 然後剛好就實現了這個夢想 我們現在要來訪問到 經濟體操的唐嘉鴻 今天有睡好嗎 還好 就是稍微睡一下 希望我把平常訓練的水準發揮好 然後平常的訓練面對這樣 不要得氣勢太重 好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訪問到的是 自由車的馮俊凱 是代表國家隊 而且是這種綜合運動 這種大型賽會 所以所有的項目都聚集在一起 所以我感覺蠻特別的 所以就 就加油吧 對啊 做歸 加油 做歸 加油 我們今天從天黑拍到天亮耶 那接下來還會有不同的項目 前往印尼喔 像是8月21號有田徑 那麼接下來會持續到8月18號 最後一個出發呢 是鐵人三項 BAMO SPORT也會繼續帶來 亞運的相關報導